8月16日,公安部副部长士俊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介绍 国务院办公厅将印发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 并于9月1日正式实施 办法规定前往内地居住半年以上 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 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港澳台居民 根据本人的意愿可到当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居住证 凭此居住证和享受三项权利、六项基本公共服务 和九项便利的政策措施 例如在内地可以依法享受劳动就业 参加社会保险 依法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等 香港特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办法的出台回应了香港市民的需要 为长期在内地学习就业生活的香港居民提供便利 也给予他们更多参与国家发展的机会 我觉得真是展示了中央特别是杂史识 对于香港人的关怀 很多以往我们听到港人在内地生活的诉求 我看来都是满足到了 譬如有些在内地长期工作的市民 他将这些小朋友带来到内地 现在可以以这个居住证身份 可以接受义务教育 就是入当地的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但大家都知道这个措施 其实在去年已经先适用于深圳 但今次发布的措施是适用于全国的 因为据我们特区掌握的数据 单在广东省上住 即是市场在广东省居住的港人 都是有52万那么多 另外在内地各个城市读书的大学生 我们估计都有1万2千人 或者更加多的 所以他们符合了我刚才讲的条件 都是可以申领获发放居住证 由于有这么大的措施 特区政府都会做好一个宣传推广的工作 除了在本地我们透过传媒发放信息 也都会联系一些商会 或者一些社团 等他们的会员都知道这个情况 我们特区在内地的5个办事处 包括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武汉 也都会接触在当地的港人的组织 包括香港的企业 或者是在当地的学生组织 就告诉他们有这个新的居住证的申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